嘿 大家好 我是LightingTalk的主持人小趴 然後原本今天還有一個人說要跟我一起講慢財 但那個人突然就繞跑了 我也沒辦法 不過我今天請了一個超高校級的拔線手 兼復招 兼一開門就被總統問說 欸你頭髮怎麼冷的的人 來單論我們的拔線手 所以你今天如果講超過五分鐘 就有機會被他各種花式拔線 當然他目前正在做close眼簡報 你有機會誤導他的時間這樣子 那今天 今年的LightingTalk的標題也是各種精彩 從VPN大亂鬥 到轉生成虛擬直播組是否搞錯了什麼 剛好我本人也有在開直播 歡迎大家訂閱追隨Freespasa這個頻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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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人數告急啦 麻煩大家 然後今天 今年也有 今年不變態 改吃麥當勞 改體態 剛好麥當勞也是我最愛吃的東西 大概 我大概兩個禮拜會吃一次 可能更多 我也不太確定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的歷史人物 七元也好像也有來報名LightingTalk 但我好像還沒有看到他來前面報道 如果他有來的話 麻煩來前面報道這樣子 另外就是活動組小精靈出不了圖 可是AI都像 客要了一樣 他客好像還寫錯這樣子 好 那看起來這次 七組LightingTalk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就交棒給第一棒 來自UCCU的VPN大亂鬥 GO 好 嘿 那個大家好 我們是UCCU 那我們今年在HeatCon舉辦了一個叫VPN大亂鬥活動 那我是Dark 那主要 活動負責人還有Lion跟Lin 那本次Substruck沒有贊助我們的比賽 那這個比賽的起源是這樣子的 Lion有天跟我說 他們有很多爬蟲 而且這些爬蟲都是肉雞 那我就說 那你乾脆我們就來做一個 爬蟲的HoneyPod好了 所以我們決定叫這個比賽 8內的大賽實在是太粗暴了 所以我們把它改名叫VPN大亂鬥 好 那規則部分呢 每個人會從不同的IP連線進來就可以得分 所以你可以從世界角落 來連線到我們的比賽網站 那我們的架構大概是長這樣子 我們前端是Cloudflare 那總共有三種驗證模式 一個是沒有保護 然後一個是JS驗證以及Capture 好 那我們設計了一個非常好玩的 成就的徽章系統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總共有26個徽章 因為其實有非常多的服務 它會有preview的功能 那也可以用這些preview來發出一些request 來濫用這些服務 對 所以可以看到到處都是可以濫用的服務 好 那我們來解密一下我們的特殊的背景 第一個Bug是 Cloudflare如果他沒辦法辨識國家的時候 就會出現XX就會出現這個Bug 那全軍Punk是在我們的註冊網站 有存在SSRF的漏洞 那DevCode的話更特別 你必須先解開DevCode的CTF 然後從他們的機器來發到我們這邊 來得到這個特殊的迴章 好 那我們非常聰明的 從禮拜四的12點就提前開打 然後果然吸引了非常多的流量 但一到下午6點大家下班了 我們SRF就直接插了 好 那我們快速的投錢 升級我們的SRF還有升級架構 但是使用者還是非常瘋狂的 一直打Request進來 那在昨天晚上呢 我們的IO直接扛不住了 最後還是被打爛了 那我們的LionBug呢 在今天的凌晨5點 明明比賽只剩6小時 還是把DB結構大改 然後來讓這個比賽繼續維持下去 那我們來看看 有哪些我們預期之外的解法呢 第一個當然是開機器 有人自己開了超多超多的機器 但也有人用很少錢就開了很多機器 懂得都懂 散布 那我們的比賽也散布在非常多地方 包括像迪卡 巴哈 還有Reddit 甚至我們有看到GitHub UCC我準備來開稿了 那它濫用了這些GitHub的CITV工具 那在Scanner的部分 它直接把它自己的IP 會locate到我們的網站 所以Scanner來掃的時候 就會relocate到我們的比賽網站 成功獲得Scanner 好 那更厲害的是這個 我們發現有流量來自非常多 知名網站的request 然後上去看Source Cloud 發現 竟然被插入我們比賽的link 所以 使用者瀏覽這些網站 就會發出request 及台灣人的力量參加這個比賽 但這個都還不是最猛的 奧運選手出現了 我有自己的ASN 好不好 所以我們發現了非常多 ASN為0的奇怪的fake IP 好 以上這些產生流量都是他們個人行為 跟我們沒有關係 好 來公佈一下 在這兩天 流量總共發了11 million 那主要還是來自美國最多 因為他們有非常多free proxy的服務 還有API gateway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有來自Facebook Line 還有Google 都發出了非常多request 那我們請這些得獎的人 來發想一下他的得獎感言 國家非人獎 他其實沒想到他會得獎 他只是用了一點點的錢 然後就得到很多機器 有錢就是任性 好 途名獎呢 他透過了一個叫Nobcha的套件 來解capsha 那 他有發現Hcapsha 還有一個輔助的功能 就是那個輪椅那個功能 可以提升那個成功率 那已經他把他的 驗證的服務交到白名單 那機器玩的部分呢 他使用了API gateway 可以達到1萬多 剩下是用free proxy的部分 來得到 剩下的request了 好 以上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名單 那這個比賽 其實我們中間真的被打掛了非常多 那我們會繼續改善我們的比賽 然後明年再來 好 以上感謝我們的贊助廠商 Devcore Tim T5 奧義智慧 中華資安 再次強調Surfshark沒有贊助本次比賽 好 那歡迎大家 Facebook搜尋UCCU Hacker 好 謝謝大家 既然沒有超十五分鐘啊 太難過了吧 我們家循循都已經standby在旁邊 這樣不行 請問Surfshark沒有贊助 那就是Node VPN有贊助囉 呵呵 我也大概知道如何用少少的錢拿到大概幾萬個IP 對懂得都懂 十美以下嘛 好 接下來歡迎第二組 轉生成直播組是我搞錯了什麼 我剛剛偷看了一下他們的畫面 超漂亮的 是 是我這種 是我這種宅宅超愛的類型 好 那你們準備好就直接開始囉 超美的啦 那要不要訂閱斗內連結放上來啊 那個不好意思 他們需要放個聲音 好 好 開始 大家好我是余夜 也可以叫我余夜飛 那 轉生成虛擬直播組是否搞錯了什麼 搞錯了從來 用虛擬形象做治安教學影片才是個坑 在治安相關的教學有很多 但在台灣本身做中文的教學都是以文章為主 相較之下拍成影片的人就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才想要用VTURER來開拍治安的教學影片 還有做治安的直播 OK 這個我們最喜歡的音樂 那我們會在9月的時候搭配IT Home的鐵人賽 日更治安的影片 那這次的主題是跟 治安的基礎有關係的知識 那我們也會透過不定時的直播跟大家互動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聽的內容都可以在直播的時候跟我們講 那我們也會拍攝相關的治安影片或是題材 如果你想要 跟技術有相關的話 我們也會做一些跟紅隊還有AD有關係的影片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聽我們的直播 那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叫余夜飛 按讚訂閱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聽我們的直播跟我們互動喔 好 不好意思我們有點不太清楚你們是Lag還是結束了 Lag完也結束了 那請問你們的治安教學有包含如何解決直播Lag的問題嗎 花錢買更好的懷敗 看起來也是個課金玩家 好 自己把 還是循循想要 循循現在都還沒拔到耶 希望下一組可以 爭氣一點 講多久 講多一點 大家知道麥當勞最近新出了一個口味嗎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很好吃 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吃的永遠都是雙層牛肉集市寶 好這樣有聲音嗎 好我必須說那些都是邪門歪道 好 我們今天來講 今年不變態改施麥當勞變體態 變態是因為兩年前好像有一個我們的成員 他好像做了一點變態的Lighting Talk 好 那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主要我主要健身是做無裝自由重量訓練 我我連腰帶跟手套都不用 我現在建立三下快要400公斤了 我平常長這個樣子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為什麼我會決定要去要去健身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幾年前跑到業界裡面 那因為業界有一些常見的職業傷害 就壓力大 工時長 常常坐著 所以導致我整個人爆肥 我就覺得不行 我跑去練 那這些職業傷害是怎麼來的 你壓力大 你就會覺得休息又吃東西 然後來緩解你的壓力 工時長 你就下班就約同事去吃東西 緩解壓力 然後你就越吃越多 你就會變肥 所以你就會一直珍重 那你常常坐著又會有一個問題 除了你可能長痔瘡以外 你的意志很容易壞掉 呃 那這其實對健康不太好 因為我們想要活久一點 那還有另外一個職業傷害 跟這個無關是你常常得換眼鏡 那為什麼我們標題叫麥當勞 呃 第一個我認為它是安全的食物選項 為什麼是因為我個人曾經吃別的食物 然後導致我大概一個月沒有 一個月不太能認認真的做工作 對我曾經在半夜被我的朋友 送送去個台宿底下的某一間醫院 他們放我在那邊上吐下去五個小時 我差點沒有吐死 第二個是它是熱量穩定的選項 你可以打開Google找熱量計算機 對他不會差太多 再來就是你如果吃麥當勞 吃到你送去某間醫院上吐下去五個小時 你可以直接開罵他 會有記者幫你處理好 對而且可以找到人肥腸 那呃人家會說就是小時候大家都會說 就是你吃你吃這種素食會變肥宅 沒有我跟你說 我六月二號到八月九號我吃了二十八餐 為什麼是這個這個統計 因為我全部是看我信用卡紀錄的 好那呃各位做這個事情 會有一些peat ball 對 呃第一個呃你會長肌肉是肌肉組織受損 那長肌肉就是訓練受損然後再修復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來跟你說 你不用訓練就會瘦 這大部分都是好小的 那你就算今天打了生長激素 你也只會加大訓練的效果 然後對這種大部分廠商他們都會說 我們是微商我們是微商 呃這其實大部分是好小的 除非他今天找到外星人的黑科技 那第二個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就會就是覺得說要受很麻煩 然後你剛開始健身你就會說 什麼機子新生界限劑斷食 呃然後再要在幾點吃168斷食 生長激素帶去下降什麼鬼的 沒有老夫跟你說通通沒有 你熱量攝取降低你就會瘦了 好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說 呃我們歡迎你關注FB 因為我們在會後會貼我們的招募連結 呃那歡迎各位加入我們 Physical Fred Researcher的行列 成為跟孔子一樣的人 這樣在你跟同事討論事情 有困難的時候 你就可以以德服人 好感謝各位 同學講太快囉 另外想問你是把錢都拿去健身嗎 你的windows沒有啟用欸 好接下來是下一個re加vtuber 對嗎 轉接頭 尋找轉接頭尋找轉接頭 YouTube等於how to watch re是re engine的意思嗎 不一樣 都有個re啦 看聽起來差不多 快點快點 好這快 快點快點 欸好像有點太快了 好 那就計時開車喔 那我就直接講 好 我第一次遇到跟那個line-in-shows 其他人撞題的 這是這回事 呃好 我這次要講那個 我這次reverse engineering 然後做vtuber直播的這個心得 好 那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still 那我現在是在Timedify的researcher 那我這幫很喜歡在國外的 國外的community上面發生這樣子 那好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要 為什麼我會有vtuber這回事 好 最主要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直播這東西 那我以前也曾經在進來這行之前 我是有做那個video跟audio production這回事的 那加上Gender is a story的關係 其實我想說 要弄個vtuber的話 avatar就弄個可愛一點 好 那timeline 那我一開始的話 基本上去年 去年就已經在準備這東西了 design draft就是腳色要長怎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個腳色設計完之後 那個draft concept art的那些 全部丟給我的model artist 然後之後 差不多三月的時候 有拿到那個 最後設計完的concept design 然後接下來最後 再把那個design直接丟給我 接下來model artist 然後life2dmodel完成了 耶 全部都錢打出來的 然後這裡是concept art 好 有model 然後呢 我不知道啊 那我基本上平時在直播的話 主要還是玩遊戲居多 那是Zenoblade 3 那既然我們在黑con的話 那我還是要講點 我reverse engineering相關的直播 那reverse engineering直播的話 我遇到一些問題就是 好 你就會看到我平常 坐在右下角 然後 這也是隨便從tlp white的sample 隨便拉一個東西出來 好 我在直播直播直播那一刻 在找樣本 所以 我是邊直播邊找樣本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接下來這樣本會長什麼樣子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我連這個工具是什麼都不是很確定 像這個我在tlp white的上面 這個 那叫什麼 Mail Bazaar上面 這上面是標Lockbit 可是 我看的時候這個其實 不是Lockbit 它是Lockbit 裡面有用過的一個工具之一 它其實是一個hacking tool 他們自己才用的hacking tool 好 那 那個直播 說真的出了很多事情 好 那我來講一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首先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那個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平常 因為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平常是講英文居多 所以我的audience主要都是 主要都是國外人 那 在twitch上面直播這種東西 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是 你要知道twitch本身就是一個 entertaining platform 那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保持那個 youtuber的那種80% 整天超high的那種熱忱 很困難 你要在整個直播一個多小時 都是那種態度 那 而且你必須要讓你的觀眾 讓你覺得你知道 你可以 你知道你現在到底在幹嘛 然後還有 觀眾必須要知道你現在到底在幹嘛 如果他不完全不知道你現在在幹嘛的話 那其實他會覺得很無聊 好 然後另一個大問題是 樣本只能找白的 好 白的是什麼 白的就是公開樣本 你不能找一些green的樣本 你更不能找ember的樣本出來 然後你還必須要 嘴巴要很緊 你必須要知道你那個 不能隨便不小心講出一些不該講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 這是twitch 這是twitch 你要知道這上面大部分人 都在做gaming related的東西 好 那 所以我講一下這個 我們這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 第一個是lack of preparation 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你現在要看的樣本 就是長這樣子 好 第二個是 超級超媽無聊 你如果 你如果要講這種reverse engine的東西的話 你必須要講很有趣 就算不懂的觀眾才能繼續看得下去 那第三個的話 就算 就算你的觀眾是很懂這一類的 他也完全 你如果 不好好 convey 你現在到底在做什麼的話 他們完全不知道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遇過這種comment 你現在在幹嘛 我不知道 好 那 所以我這個 接下來的 takeaway的話 就是 在直播之前要先準備一下 或者是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這做人直播 到底是不是好事情 我要把它做成裡面 會比較好一點 好 bonus 我的Twitter ribbon 所以 你後面看到的contact 搞不好 搞不好沒有用 好 接下來是我contact 謝謝 哇 你一個壓線20秒 不行 啊 同學我也知道 在Twitch上面直播苦啦 那個 就是 喔 直播魔物獵人 都有人喊無聊了 喔 直播什麼 人中之龍 會跟你說 欸你下一步要怎樣 直播神奇寶貝 有人會跟你說 你這隻一定打不贏 就是 觀眾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人 好我們來歡迎下一組 希望下一組 可以努力講超過五分鐘 群群剛剛已經敘事待發了 結果他剩了15秒他就難過 好接下來是 今年一層組組長的李玉 又要來帶來 帶來 2021年的奇葩獎 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把裝設備 算進去嗎 他不是現在坐在台上 沒有喔 開始計時了喔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啊 剛剛不是說線會被留在台上 等等 一層助理坑我啊 我這樣不好是不是 好一層助理 被坑啊 我還把瀏覽器都關完了 沒有啦 我們就是想看你的瀏覽器 跟你的桌面啦 桌面很可愛 那就更讓大家看起來 喔喔喔完蛋了 沒訊號 看起來 看起來超有機會喔 我要哭了 有了 有了 好我可以開始了吧 可以可以 我還有多久 欸不是沒有倒數啊 欸等一下為什麼一直倒數5秒 不太對吧 沒有啊 你現在還有 4分20秒 哭啊好 總之我是 總之就是 就是今年的奇葩 回顧 然後講字不一樣 因為基本上 現在沒有辦法分發奇葩獎 而且 大家自己摸著良心講 如果我現在不在Lighting Talk講 我開場議程講45分鐘 有人要來聽嗎 這場議程都ORANGE 議程中在一起 有人要來聽嗎 沒有 所以我們在Lighting Talk講 搞不好有啊 只是你不知道 我選擇ORANGE的議程 我會把這裡放空城的 ORANGE會去聽喔 搞不好就 欸那我就兩邊去互聽 就會發現兩邊都沒有議程 欸對 等一下 好 好 那總之就是 總之我是一層組的雜工這樣子 那前面兩年的那個奇葩回顧也是 也是我整理的對我講的 然後目前是苦民研究生這樣子 然後希望會畢業 那總之哈哈又是我 那讓我們進入我們奇葩獎的部分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是我們的實密制的資料庫 就是相信大家就是千奇百怪的sauce code都看過 但你一定也可能看過就是我們把使用者密碼直接建表建在資料庫裡 那我稱之為這叫實密制的資料庫 那讓我們就是欸 啊圖片放反了 總之就是敲敲這一張圖片有點小對不對 我們放大 就看到我們就是把名 你看這種方法多麼的簡潔迅速 你只要就是在if else的時候直接 直接把你的名字帶進去最後的密碼 這樣你就不用算share56 不用算h值 這樣系統的速度是不是加快很多 你們都不懂 人家這是他精心的 他的苦心的部分 那果然還是我們的bass64比較強 我看你是不懂喔 這張去年用過 但我 我其實是拿去年簡報出來做 反正這張圖 欸 今年可以再用一次 不錯 謝謝那個10sec的秘密 那再來的話就是玉山網銀在我家 就是在這張圖我們會看到說 就是我們登入IP是8.8.8 那所以我說呢 我們掛127.0.1 會開出玉山管理後台嗎 就是可能 玉山網銀正開我家 我也希望就是我家開銀行開禁庫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史上最另類的勒索軟體 基本上你要被要求做三件三事 才可以解鎖 就是現在我們在賣這張產品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就是我們想要防勒索之類的東西 勒索不好不可以勒索 但是這款勒索軟體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來看它是不是一種現代羅賓漢 基本上就是它出現這個勒索軟體 就是跟你說你必須要做完三件好事才被解鎖 那我就不去說 我就比如說我現在列出的第一條 就是他說第一下你要就是去為有需要的人給他衣服 或是牽老太太過馬路之類的 你才有辦法解鎖 那後面就算了 反正這應該算是現代羅賓漢的一種吧 那再來的話就是沒有系統沒有入侵 就是這一篇主要是講說就是 我們為了就是我們愛國 我們愛我們的祖國 所以我們要把系統全部 等一下我這樣是不是 是不是統一了 對不起 就是我們為了要效忠 所以我們要把所有作業系統 從Windows從Linux 轉換成中國的作業系統 那最讓我想到的這個 前幾年好像很流行 有一陣子一直轉發 就是我們的紅心國產瀏覽器 那有興趣也可以參考這篇文 那總之就在講說就是 這一個中國製的國產瀏覽器呢 它安裝了說 欸 安裝完 它怎麼整得有點像Chrome的icon 然後再拆下去就會看到 它有安裝好的Google的套件 的插件 那我們這種披著Chrome的瀏覽器的 的kernel披著中國的披 算不算有台獨的瀏覽器 它是叛國 總之就是這樣 那想當然就是這個 所謂中國的瀏覽器 欸 這是什麼 中國作業系統 它底層是不是Linux kernel 那它是不是也台獨了作業系統了 就是我看到就是 我想想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也台獨了 嗯 為什麼這麼多張 哦 然後下來 下一張就是NVIDIA 就是網路供應器 然後基本上它就是 還用加密的反制 這種時候我們都會說 老人家都跟我說 我跟你說啦 APT都是防毒軟體公司寫啊 這樣他們才產品才賣得出去 但是 欸 欸 我的反倉又聲明呢 等一下 倒數30秒 不是 反倉又著名 不可以亂講話 我的那個都信不見了 然後這個5007Way Arrow 就是特斯拉車主說 就是發現了這個狀況 好 那如果我們來看它301 如果它跳301的時候呢 我們看它301的內容 哇 基本上它會 跳轉到新的URL 所以如果我開車門的時候 我刷車門它出現301 我會不會跳轉到一世界 我進了車門進入到一世界 我好像講不完就沒了 欸 不只這樣在這裡 3 2 2 1 GO 我的簡報 冷掉了 謝謝總召主持了今年的奇葩獎 繼續 你花了那麼多時間插線 我也多給了你4秒鐘啊 好 接下來 來吧 下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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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吧 GO GO 順便幫你澄清一下 因為它在推出來之前你就寫了 所以它以為是工人在鬧 在這邊跟你直上報警 最誠摯的歉意 你畫面 一樣多給你4秒開始囉 完了 4秒是不是不太夠 救他 Eason助理救他 我也很公平的給你4秒 我也給他4秒啊 OK吧 有了有了 神之手 嗨 大家好 我是七元 那我應該算是第一次 上 站在HECON的R0講話 好 那我現在在Russo當自然音樂隊員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然後因為這個簡報 是我5分鐘之前才想好的 然後 這是剛剛講那個 那個白板上面的字嘛 因為我那個時候 還沒有想我要講什麼東西 然後我只有寫七元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工作人員 以為那個是 有人亂寫的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想到我的標題要寫什麼 那我標題又寫這個吧 我怎麼被擦掉了 蛤 被擦掉 左邊是我寫的那個時候只有寫七元 那我沒有時間做簡報了 那其實就是工作人員以為有人亂寫 然後就拿這個當標題後面事件了 那我從2013年到2019年的時候 我有在做獎金獵人 然後拿了不少獎金 然後這些美金我大部分 全部拿去買加密貨幣 ETH或BTC 那大家應該會講說 這個時期買幣的人應該是財富自由了吧 嘿對 我們剛剛有去聽那個Less演講的話 那個剛剛議程 當獎金獵人真的是可以財富自由 但除了我 為什麼 因為我的錢在筆電裡面被扣掉之後 全部消費 那裡面有2000多顆ETH 跟數十顆的BTC 在2018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價值大概 新台幣應該五六百萬吧 那我資料都在裡面 封你為本場最慘 然後更扯的是 我2019年1月的時候被查水表 那個時候剛好幣價在最低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查一個歷史幣價 那個一顆ETH大概在100出美金而已 所以我那個時候想說 那我先打完官司 然後所有事情處理完之後 我再去寫函 然後去處理這個電腦的事情 但在2021年底 剛好在幣價最高點 大概在BTC六萬多美金的時候 我的電腦被銷毀了 最有證據 我願成以為史上最強 2月23日 我在兩個禮拜前 去寫函 然後結果他 他打電話跟我說 你的電腦被銷毀了 所以我就 沒有退休了 差一點就退休了 真巧 怎麼差兩個禮拜 所以我沒有錢了 那只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界定 什麼是犯罪工具 然後什麼是個人資產 那家印貨幣又要怎麼界定 那還好那個時候 我有把一些錢拿去買太古達人雞孩 所以那個時候被扣押之前 我有先點出一些錢 大概一兩百萬吧 所以那個時候在台中開一間店 我買了一台太古雞孩 然後這件也是太古達人的衣服 然後這裡有七人湯的 Telegram群組 我剛剛開的 現在加入後我就送你一道 可是你要到我那邊去玩 現在可以掃給你們三秒鐘掃 一 二 三 好 那我今天的目標是 我要上名人 就是玄人 其實我有上金玄人 我這張照片沒有找到金的 然後再來是 還有我今年要打 Apple的八個邦題 然後獎金去買更多的太古雞孩 Apple現在要開兩百萬美金不香啊 雖然說我之前 我只是想說 Apple剛好有這個獎金來我發文 然後記者可能以為 我真正拿到六千萬台幣 然後就寫了新聞 我其實還蠻無言的 然後再來是 2019年的CVE 我上個月才發現原來我沒有去申請 那個開發人員的帳號 然後提供銀行資訊 然後我上個月才發現 我其實一直沒有拿到這筆錢 所以 它的流程大概在九月才會拿到錢 然後現在還在研究區塊店 為了買更多的太古雞孩 但我不想把沒技術的內容 做成NFT 亂發來割韭菜 所以 我希望說有人可以跟我一起 研究開發區塊店 或者是一些資安的東西 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好 謝謝大家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打太古達人要幹嘛嗎 有沒有打個其他音樂遊戲 Jubi車之類的 我現在還不是只要喜歡太古達人的模式 喔 好喔 好 欸接下來應該是最後一組了吧 可能是倒數第二組 畢竟最後面還有一個closing這樣子 好 活動組小精靈出不了圖 來吧 上吧 冷靜冷靜 我非常好奇啊 我現在慢慢走是不是都在算時間啊 會啊 我會幫你算 既然你都講了我就會算 喔好 因為不瞞你說 就是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 我決定讓我們組員來幫我寫簡報 然後我剛剛都沒有看過 我等一下會講什麼 所以 我其實不知道我會講什麼鬼東西 其實我很害怕 你這個行程 聽起來等於跟我們closing的簡報 有點類似喔 哇 竟然太棒了吧 對 可是它現在沒有畫面 所以讓我很尷尬 總之要大聲點 喔 我的Google帳要被登出了耶 哇 欸這個很強喔 它是一個登出了 我好委屈喔 我只是想登我的Google帳 怎麼辦 那怎麼辦 喔沒關係 我只用密碼管理員 可是為什麼他不給我畫面 好 沒關係 有人救你 那反正你剩4分20秒 我就繼續在這邊講單口相聲 哇 直接有兩個人衝上去救你耶 太好了吧 我的筆電已經好了 好 好 太厲害了 不好意思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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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你一定是個好人 才會有這麼多人願意救你 這是不是都是你的組員啊 喔 是啊 欸 你不要再拿 喔 超多人 這些編輯跟檢視是三小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 所以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在 年會前還剩一個月的時候啊 我們才驚覺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的活動是需要圖的 也就是趕快跟其他人說 啊記得要附圖啊 那於是我們講說怎麼辦 我們要圖嗎 我們找形象組嗎 那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好夥伴 叫做小T 他看起來非常的崩潰 我們都覺得我們不能一直找小T 於是我們想我們應該要自己生圖 於是現在過了一個月 過了一個月之後呢 就有一天走上來敲我 說啊你們圖還沒有上喔 那注意這時候是8月1號 那今天是8月20號 我們圖還沒有上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我們真的生不出圖啊 於是這時候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不想麻煩的那個 就是形象組的副讀長小T 我們原本想要把他碼掉中間那個字 可是我們發現他沒有中間那個字 所以我們就不幫他碼了 這樣子 他說喔不然這樣我們用AI的生圖 OK的 好聽起來很棒 那就於是我們想說我們AI的產圖 於是我們找一個 真的可以產圖的AI 哇我們來試試看 於是我們試了一個 欸好像真的可以用欸 那你可能看到下面那個 其實就是Bounty House的圖對不對 沒錯就是它 然後於是我們就可以吃一件奇怪的東西 例如什麼 一群武士圍的一個圓桌 那它就變成之後沙龍的圖了 那於是我們都想說我們有Hikon Online 那我們能不能用Hikon 用這個東西來產Hikon Online的地圖 那結論是沒有辦法QQ 然後於是我們吃了一些東西 那你可能會看到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像是 那什麼 煉果的圖 沒錯 它就是這樣產出來的 它就不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一隻貓拿一些鑰匙 不然搞什麼鬼 然後或是 這什麼啊 我跟妳講我真的沒有看過簡報 所以我現在再仔細試試看 反正它就是一個貓和一個鑰匙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就是一個貓跟一個鑰匙 我不知道我們對貓跟鑰匙 非常有意見 對 然後於是覺得 然後於是之後 我們又需要一個Walshark的圖 然後於是想說我們讓一隻貓來教書 會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妳就看到那個就是我們之後Walshark的圖 第三個 對不對 就是那張圖 它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我們的大地遊戲就更厲害了 我們想說我們讓一隻貓拿報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它就出來了 可是它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它身邊有三隻腳 它差不多有兩隻手 那是不對啊 沒辦法 然後假如說這是爛AI 怎麼去 炫不好 然後於是想說我們把它擦掉 改成兩張圖會發生 擦掉桿再重生印章怎麼辦 而是我們從生印章之後發現 它變兩隻腳的時候 它的影子就會壞掉 那它的影子壞掉怎麼辦呢 如果妳有看到我們大地遊戲的圖 妳會發現我們把下面那一半切掉了 對 切掉我們就看不到 看不到我們就不會去修這個問題了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如果有漏洞的話 就把那一半扣拔掉就好了 沒錯 而是我們之後是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像是怎麼貓拿鑰匙去開鎖 他說我不知道第三張圖來搞什麼 可是他拿貓就開鎖 對 當然圖真的是非常優秀 我們原本想拿這張圖了 可是這我們覺得應該沒有人看懂這是什麼啊 因為如果大家以為這是我們設計 他可能會覺得我們設計師在吸毒 就會覺得不太好 對 於是我們會推薦一些很奇怪的圖 然後於是我們有一個好組人 叫我Ken啊 這個組人他就生了非常多 剛剛很多組都是他生的 他今天刻夠了 結果他隔天一早起床 就繼續生了 對 我們可以看一看 他前一天就照了雲層一點多 然後隔天也不過早上十點 他就繼續在生圖了 倒數四十秒喔 好可怕 因為我們最終的成果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黑康安安跟大地遊戲的圖 記得他腳被切掉了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Village 然後這是一個貓在Attend 的Hacking Conference 對 然後或是貓在教書 然後或是就是沾沙龍 以及就是煉骨 對 然後最後 我不知道這是誰放的 對 好 對 我不知道這是誰 好 OK 好 於是我們就決定 所以我們要在活動組導入人工智慧 然後 於是我們今天導入了AI自動慘圖 現在我們要在AI自動慘文案 還有黑康安安地圖 倒數十秒囉 然後於是我們在研究GPT3了 於是2014、2015年 我們早上繼續導入AI 然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反正我們活動組在2027年 我們就全面自動化 急急夠 對 不 歐呼到吉爾西耶 好 總之如果你們有Mersure 歡迎加入活動組 掰掰 看起來我們的AI 終於要統治活動組了 但什麼時候會我們一起統治體抗呢